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等它两年之后楼盘要出来 马上我就知道原来这里就是这一个 所以我马上之前就会有一个概念 确实来说在曼哈顿应该分布的40多个不同的社区 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上东区大家应该来说印象非常深刻的这么一个社区 对不对 这个地方来说过去也有一些新的楼盘出现 但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楼盘 这个地理位置应该就是非常非常地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 这套上东区的这个楼盘呢 确实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之好 就在Lexington和86街的交界处的东北角的地方 它整个从设计上 理念上和这个带给社区的这种贡献上 我都觉得是比较值得一提的 比如说上东区这边最经典的都是这种石灰石的这个建筑 而且老建筑都比较优雅古典的这种建筑 那么这种新楼盘叫Condo叫Hayworth Condominium Hayworth Condominium 那它这种是完全现代的带给这个社区现代的优雅 现代优雅就顶尖的建筑设计师 HOK集团他们所设计的 就是说他们在想我怎么样把这个社区能够融入到这个社区里面来 然后建造一种非常优美 优美 完美的 能够把这个它的设计感是石灰石和斜角玻璃窗给相搭配起来 它里面没有一居室的 最小的是两居室 两居室 三居 四居 那么里面的设计也是loft style 非常的设计空间感又好 室内设计师也是顶尖室内设计公司Limando这个company 那他们所设计这种理念就是说 我里面全部都是大户型 两居的话都是1500多尺 就是比较大气 不会那么拘谨 因为上东区就更适合家庭 小孩子会比较多 因为周边的教育系统都是已经是 它传承了百年的教育系统 历史文化丰富的人文资源 不仅仅是教育了 不仅是教育 整个的周边的文化 纽约的文化在上东区是起家的 在上东区发展起来的 是最镀金时代的这种文化 在那里面 那么它传承的不仅是说 我只是要一个地址 我只是一个地址 那我更传承了一种文化 一种上东区的文化 对 所以这点是说得非常好 就开发商在开发一个新的楼盘的时候 他都有想到说 这个区域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路住 适合建什么样的一种户型的这样一个公寓 而且那边的整个的生活的便利性 这种生活的机能也非常的丰富 无论你要去购物也好 超市也好 那边很像附近就有一个whole food 就在 whole food就在三大道88街 这个88街 这个房子是86和87街之间 所以像这个 向右边走一条街 像一条街 这是一个block 这是三分钟就到whole foods了 那马哈顿不用说这个 哪一个区域 它的生活机能都是超好超方便的 更不用说这么传统的典型的上东区的地方 你像这个楼盘刚刚推上市场上 它的均价大概 目前为止市场上的十几套楼盘 均价2680多每平尺 那么我们回头再细分 两区三区四区 根据客户的需要会帮他们选择 对 好 我们今天先介绍了上东区 非常经典的这样一个楼盘 那我想问一下 在上西区是不是同样 也有非常值得推荐的楼盘 是的 上西区和上东区 他们两个的文化稍稍有点不同 上东区就是非常传统经典 这种古典 那么上西区相对来说 它地没有像上东区这么大的地方 但是上西区的文化历史 也是它的建筑 也是非常有永久的历史的 那么现在我想上西区有两套楼盘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两个的风格截然不同 第一个就是位于225号 Y486节的这一栋 叫Bellnord 叫The Bellnord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说 它的设计就是已经是古典古朴 那种典雅豪华 它刚刚好也是在86节 刚才我们介绍也是86节 一个在东 一个在西 对 从东边穿过中央公园 那条双线道 直接就可以到了西边的86节 这个也是在86节和87节之间 西边Broadway和阿姆斯南大道之间 它是整个像一个城市里的村庄 城市里的村庄一样 中间有个大门 你从86节这边的大门进去 进去之后是拱形的圆门 然后门上面有六亿小天使的 这种五彩壁画 你进去之后 你就好像进入到了一个贵族的 侯爵家的庄园那种感觉 还有门卫门廊在那里面 然后进去之后 开始向左向右 就是它那种建筑的风格 所以这一套 这是老楼盘 对 它是翻新过的 现在正在翻新 它是1908年左右 在一个世纪之前 将近110年之前了 当时就是最被誉为 刚刚建好就被誉为世界上最豪 最典雅的住宅楼 因为在100年前 一个世纪之前 曼哈顿的建筑 那种欧式的建筑 意大利这个复兴 文艺复兴时代这种建筑 就是宫廷化的这种风格 已经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它那种建筑达到了一个最高峰 所以现在是由最著名的 New Yorker最喜欢的 Robert Amster Robert Amster 来做它的整个的翻修 做翻修 把它转换成为产权公寓 因为原来是租赁大楼 是租赁大楼 有很多租户在里面 那现在把它完全给翻新 成产权公寓 我6月份的时候 还带客人去看过 非常大气 真的是大气 就像它的开发商 它开发商是曼哈顿 比较有名的HFZ HFZ Capital 它的这个老板 老板Zell Fettman就说 这种建筑 这种设计就是 达到了人类的极致 就是在一百多年前 就达到了人类的极致 那现在我们把它翻修成 更现代化的这种 但是带着古典的味道 带着历史感 和厚厚的空间感在里面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全是大户型 对 而且它最令人感到 非常难得的就是 进入这个庄园以后 中间有一个大的庭院花园 对 对不对 这个是在曼哈顿 真的是很难建议到 所以就说 就像一个城市中的 大村庄一样 它进去之后的那种 那种scale 就那种空间感 是超乎你的想象的 这套现在公寓楼 只有12层 这12层只有213套 现在它的都是大户型 比如说三居四居 都是三千多尺 四千多尺 均价也是在 现在在市场上的 现在市场上的二十几套 均价也是在两千 将近2700块钱每瓶尺 那么它的会所呢 三万尺的 将是三 还没有完全建好 将是三万尺的这种会所 所以可以说 这个建筑 真的是叫经典中的经典 那你要介绍的 上西城的另外一种建筑 是不是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那另外一套 我想介绍的是 靠近中央公园 非常近的 就一条街之隔的 走过去两分钟 就到中央公园的 是叫Pakalosia Pakalosia 那我给它翻译过来 直译就是说 公园凉郎 您中央公园就在这 中央公园 这个就在15号61节 15号C61 在Broadway上面 然后它很 这个是三十层 那种白色的 像那种 champagne color 香槟颜色的那种 石灰石 石灰岩和玻璃大厦 相结合 拔地而起那种感觉 30层 172套 然后它 沿着公园这边 看公园 中央公园这一边 Broadway这一边 都有私家的Logia 私家Logia 它不仅是Terrace 因为它是三面环起来的 Logia 所以我给它 这个公寓请 就叫公园凉郎 两居和三居 都有私家露台 非常棒 那么它最小的户型 现在水底 应该没有上市 但是一居是有上市的 一居的话 650多尺就是 650多尺 就是很basic 很基本的一居了 但是它没有什么景观的 它这是 你肯定是看不到 中央公园一角的了 在这个楼盘里面 能看到中央公园一角的 一居的 大概要180万起 就为了这居公园 一个小小角 都要付出很多的 dollar per square foot 所以这个楼盘 现在的尺价并不低的 它尺价不低 2800多 2830几将近 每平尺 对 因为确实来讲 它和中央公园 只有一阶之隔 而且你该说 在61阶 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来讲 周边有多少的 一些地标性的建筑 中央就是林肯艺术中心 对 然后北面出门 就是Juliet音乐学院 然后在这个公寓楼里面 这套公寓楼里面 朝西朝南的房子 下面看到的就是Fordham 就是Fordham大学 所有这些艺术殿堂 这些大学都在你的身边 然后出门 就是Columbus Circle Columbus Circle的话 那是 那是一个所有的 这种财富聚集的地方 那么有这个 无数的米其林餐厅在这里 然后有七八条线的地铁线 就是这个地理位置 是无与伦比的 而且这个楼盘 它的七楼的会所层 整个的会所层 带你去看一圈 你就真的是 叫Amazing的 这些所有的开发商 能够把他们的会所 都做成是这种 让大家每个人 都可以到这里来欣赏 那在这楼里面 你在高层的话 北望曼哈顿 对吧 北望曼哈顿的景致 南端呢 你就跳往就可以看到 所有南边的这些 这个中央公园一号 20 Central Park South 中央公园 Columbus Circle 包括这个 Time Warner Building 全部都在你的眼下 是 所以你看看 我们介绍的 上东上西的 这个三个楼盘 可以说是各有特色 可以说都是把纽约的文化 历史的韵味 很好地融合在一块 你住在这个地方 你感觉到 真是享受到 纽约的这样的 一种文化的底蕴 对呀 另外一点 更要提的就是说 所有这些楼盘的建筑师 和室内设计师 和园艺设计师 都是在曼哈顿 都是要响当当的 都是响当当的建筑师 SOM做的 这整个楼的建筑 园艺师 世界顶尖的园艺师 里面所有的设计 都是 就是每一个楼盘 刚刚讲的 每一个楼盘 你叫出来每个建筑师 室内设计师 户外设计师 开发商 全部都是响当当的 因为这些 对客人来说很重要 对不对 我在选择这个楼盘的时候 它的设计品质 它的出品 有没有保证 我们是要注意到这些点的 是的 好的 好 主任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 我们来分享一下 在中城和下城 有哪些新的楼盘 值得关注 我们待会见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朱利亚 我们今天来盘点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 纽约令人期待的一些新的楼盘 我们刚才说了上东和上西城 有三栋 非常有特色的楼盘 我记得在中城的东边 是不是也出现了一栋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楼盘 对 是在曼哈顿中城的 这栋大楼叫The Central The Central Condominium 那就是Central 就是中央的意思 就是中央广场大厦 这座大厦 就是好像大家 都没有看到它起来 就突然拔地而起 优雅红位 优雅红位的拔地而起 而且就在最中城的中城 在五十街上面 莱克星顿大道 这种地理位置 这是超好 绝佳的地理位置 而且它很高 它很高 就是说那种优雅红位 你再远远地就看得到它 它就和这种中城的天际线 The Skyline 全部融为一体 因为中城 中城是曼哈顿最传统的区域 它的齿佳不低的在这里 那么在这里的话 它就是选择首先 第一地理位置好 第二 中城这种CBD 这种商业这种中心区域 然后人们又喜欢住在这里 因为它生活也方便 交通更加方便 出门就是地铁站 交通也是说四通八达 在中城 它里面有一居室 一居室都是在 一百七十万 一百八十万左右起价 它们的室内设计 就非常的那种典雅 经久 典雅经久 那它们所传承的这种 就是暖色 暖色 然后它比较经久 迷人 然后让大家都比较喜欢 大家都说 中城这么拥挤 我不来中城了 但是你来看过这个楼盘之后 你听过它的介绍 然后你再听它整个楼里面的 会所的配置 游泳池 健身房 会所 户外露台 你就会被它所吸引 你就会被它所吸引 因为曼哈顿本身就是不大 那中城更永远是 永远是这个保地的 保地的中心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楼盘都有它的特色 但这个楼盘特色 我在中城 我不仅是condominium 产权公寓 但我提供了 就是说比五星级 还有五星级的这种 全方位的服务设施 这个来到曼哈顿这些商务人士 或者住在这里的 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individual 都没有 是需要这样的方便 时尚 迷人 又有这种 最好的室内配套 高层高的这种房子 对 所以说上东城 是我们可以说是传统的 这个商务区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大机构 都在这个区域 中城 对 中城 对 所以这样子来说的话 它又是在上 在中城的东边 又是一个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 来说的话 抛弃中心 对 对很多的一些商务的经营人士来讲 他们去上班 可能不行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但是一回到自己的住家 周围又非常的便利 又有居家的感觉 然后同时又是一种酒店班 五星级酒店班的这种享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中城的东边来说 相对比较成熟了 那现在如果讲到中城的西边来讲 那不是现在又出现了纽约最令人激动的 哈特逊城市广场吗 哈特逊城市广场 对哈特逊城市广场 那个地方是不是现在也是新楼盘辈出 哈特逊城市广场 我是管它称之它为曼哈顿中的小曼哈顿 咱们以前介绍过15号哈尘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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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只有143套产权公寓 最小的两居500多万起 500多万起 所以它最低的价格 就是500万起 对 那你该说 它的公寓是从50多层 53层 53层开始 53层到第92层 那就53层以下呢 又是什么呢 以下是Equanox Hotel 精品酒店 因为整个这个开发商 哈森尔尔斯开发商 就是Related 瑞联集团 Equanox 所有曼哈顿的这种 最高档的健身俱乐部 Equanox 就是属于是 这个Related所拥有的 那么这个Equanox的酒店 是第一个 是第一家Equanox的酒店 就设在35号 对 它就是根据它这连锁 这个健身品牌 而衍生出来的这种豪华酒店 那么但是入口是 都是不同的入口了 这边是Hotel入口 这边是Condominium产权入口 从古是三层 一直到第92层 所以呢 每一层都是景观都是 每一套的景观 都是开放的景观 无敌的景观 要么是曼哈顿City View 要么是Downtown 整个Skyline View 要么是这个Hotel River 河景 就是你一定是有一样的 整个在它的楼里面 它的建筑师 它的建筑师是David Childs David Childs的设计的就是 Wild World Tree Center 所以说呢 我也是带客人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站在公寓 你往向往南看 曼哈顿的这个Skyline 天际线的时候 你就正好直接正对着 就看到Wild World Tree Center 所以我想这个建筑师 应该是多么有成就 对吧 在它的92层的这种 无与伦比的这种设计 相当之美的这种 石灰岩石和玻璃之间的 这种构造中的这种美学 它这种美学是层层向上的这种 到最后有点收起来向上 就是它的这种设计风格 和它其他的每个楼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而且呢 这个35Hasin Yars 35Hasin Yars 瑞联的这个老大 董事长 Steven Ross 他自己会住进来 几套顶层公寓 他自己已经购置了一套 所以说 你走在他那个大堂 不是大堂 就是那个楼廊 你上来公寓之后 那个楼廊 超宽 很宽很宽的 很宽 就是你马上就 不仅宽 而且贵气 豪气 它所使用的材料和材质 你包括厨房 大理石 包括石英石 和它所有 你都感觉到 比其他楼盘的那种 它选择的那种 品质 品质 你觉得 沉稳厚重 就不一样 你说 多付出钱 就是在这里 你都可以体会得到 看得到的 对 而且Hasin城市广场 Hasin Yars 是我们多次介绍过的 这确实来讲 是纽约 在30年来最大的一个 私人开发案 而且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了 今后会成为 这个纽约 曼哈顿新的 商业艺术文化的中心 所以你看看 你居住在这里 今后会享受 什么样的一种 生活品质 对不对 窗外这个Vasal 我们专门有一期节目 在介绍 对 对 The Vasal 对吧 叫聚宝盆 可能更好听吧 对 真的是 他这种设计 他这种设计 真是无与伦比的设计 你像瑞联集团 瑞联集团 他们所出品 是有历史悠久的 他们 Columbus Circle的 Time Warner 就是他们所建立起来的 他们开发任何一个社区 他们把这个社区开发起来 这个周边就活起来了 风生水起 他们是有这个先例的 对 因为它的品质 它不是说我光是去制造楼盘 而是说 它我要设立 有这种历史的使命感 只要它接触的地方 点湿成金 风生水起 对 所以你看我们又介绍了 35哈森亚 这个未来高端的公寓 现在我们是从中城 我们再往下城来走 下城是最近这段时间 纽约最有活力的 这样一个社区 自从新的世贸中心 建成之后 整个下城可以说是 整个的生活形态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那边也涌现出 很多一些新的楼盘 所以在这么多新楼盘里面 你今天会挑哪一栋楼盘来推荐 当场下城 咱们曾经专门做过 好多期的下城的节目 其中有一个就是新世贸 随着新世贸的发展起来 下城的新楼盘也是蛮多的 也是蛮多 但是我们以前介绍过几期 现在最新最新的是 刚刚上市的77号 The Greenwich Street 77号Greenwich Street 而且它的设计40层 40层 全是玻璃大厦 全是玻璃大厦 长长的 然后是一种折扇形的 向你推进 所以它的建筑师 事务所是FX Collaborative 它说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梦想 一直有这样的机会 能够设计出这样的楼盘来 那么这次就有这个机会来设计了 因为它在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 就是在下面南边 南边的话 就是向南 向西 全是水井 全是哈德线河的水井 向东边 就是曼哈顿 Downtown的 Downtown的一些老楼 古典楼 所以说四面 四面从日出到日落 真是从清晨到黄昏 你任何一个时候 在任何你选的这个楼盘里面 你都会体会到曼哈顿的这种宁静和繁华 和四季的美景和不同的景观 那么它的室内设计师 也是非常有名 Debra Burke Debra Burke是设计432公元 432公元大道的室内设计师 然后他同时也设计了 这个上东区的40号East End Avenue 他本身就住在上东区 这个Debra Burke 他的这种室内设计风格的理念 就是 就是他是个lady 他那种设计呢 可能更有一种清新 婉约 那种温柔和细密的味道 所以为什么这个楼盘一出来 我就非常喜欢 他现在这个楼里面的均驾 在咱们所有介绍楼盘中呢 是性价比最高的 性价比最高 现在在市场上的十几套 均价是2315米平尺 那么一居室呢也非常棒 800多尺 很大气 而且有一居一套半洗手间 大概是178万开始起家 然后有两居 三居 四居 那么更不用说到了云端俱乐部了 在40层的顶尖的云端俱乐部 是所有住户可以享用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顶楼 顶楼Pan House 那就是说根据客人的选择 我们来进一步细节的分析 但是它这种设计 就是说 当他下城 刚才说到 当他下城的 曼哈顿下城 在百年前就是最有历史感 最有历史感的这个城市 而且呢 Granet Street上面 在200年前 是现在的亿万富豪大道 200年是现在的亿万富豪大道 而且当场永远是有 有历史感的这个区域 那现在又被他们给注入了更多的新的活力 咱们再看着下城的兴起兴旺和发达 周边呢 有这个Brookfield 有Westfield 所有的新世贸大厦全部起来了 你像他的这个Italy入住 马上的这个Hofus入住 然后法式的这里District入住 整个周边吸引了无数的 吸引了无数的 喜欢下城的这种多样性 有创造性 有创造力 和更多的有未来前景的这些 愿意住在这里的年轻人们 对 而且下城现在真的是像你讲的 越来越适宜居住了 而且很多的一些家庭 会搬到下城来 所以我也听说 这栋新楼盘在对底层 就会设立一个 一座小学 一座小学 你看他就把下城的 整个的一个居住生活的 一个形态更丰富了 对 他下城本身就 马上的下城本身就很尖 他又处在这个 几乎尖端的这个位置 所以除了景观之外 他的设计大气合理 每一套都是落地床 都是落地床的阳光光线充足 整个房间里面 所有的选择的食材食料 这个材质和设计 都是和他的房子的 整个楼的设计 相匹配的 相匹配的 然后加上他的这种文化氛围 加上周边的学校 然后就加上周边 离这个炮台公园又这么近 离炮台公园近 离水边又比较近 离这个South Street Seaport 离这个Wall Street又比较近 就整个它非常的接近 任何你想到达的地方 对 你看不知不觉 我们今天一期节目 又盘点了近期纽约 最令人期待的六个楼盘 这个六个楼盘真的是各有特色 而且最主要的一个共通点 就是他们真的都是在 非常好的一些地理位置上面 所以无论从交通 生活机能的设施 还有楼盘的本身的这种 呈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韵味 或者一种现代的活力 可以说是各有特色 非常谢谢朱莉亚 今天做客安交纽约 谢谢 感谢观看